头70线最后800公尺路段的拓宽改善 由于这道路紧临陡峭边坡 如果采用传统工法 势必要进行开挖 会影响到水土保持的功能 而先冯为此是采用了悬壁式战桥工法 不仅不用开挖山壁 道路也由原来的2到4米 拓宽为8米 而这也是全国第一个道路拓宽改善工程 全程采用战桥施工的方式 县长林明珍希望能够积极推广 并且应用在县内狭窄山区的道路拓宽工程 县长林明珍实际勘察头70线目前施工状况 忍不住频频称赞 全长880公尺拓宽工程 几乎全速采用悬备式战桥工法 大弧度减少山坡地开挖 兼顾工程需求 也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目标 经平均以后去采开挖最小的一个战桥工程 我们到路边缘做一个支撑座 作为我们战桥一个支点 然后在右侧的话做一个战变坡的互坡 也是我们大梁衔接进去的一个压重块 那以让这个战桥进行一个平衡 有遇到这样一个陡峭的边坡 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施工的方式 扣舞环境的困难 对整个环境的破坏也是最低的 破坏最少的 对生态的保护是非常好的 原本2到4米宽道路透宽成8米 悬备站桥路面越是米宽 周遭山林并未开挖 新设边坡却超过2米高 这也是悬壁式工法的特殊设计 目前的党土墙是不需要那么高 要利用粉底土的载重来做它的反作用力 所以才会把党土墙稍微拉高 这样的话才有利用本身粉底土的载重 来压重减少它的利剂的作用 采用悬备式站桥工法 初步成果令县长林明真相当满意 也推荐公路居 将此工法用于台16线拓宽改善工程 那么台16线如果要公立局所规划的 要做高价桥 那个经费大概要8亿以上 我看10年还没有办法去兴建 我们也要请建议公路总局 来采用这个新的施工方式 扣有环境的一个困难 赶快来进宿托关 县府特别邀请各乡镇公务人员 及工程规划公司前来观摩 希望未来县内各山区狭窄道路 进行改善工程时 能推广采用此项工法 记者王昭盛南投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上